这个人工智能猫频道呢 通过发布关于一些猫的简单的故事 获得了数百万的播放 这个频道的收入啊 达到了每月几万美元到几十万美元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视频 基本就是这么个样子的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啊 这些呢基本上都是一些 你人猫咪的这么一些视频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不但有short短视频 这里呢还有这种横板的视频 这个是才发布22个小时 已经有1.4万次播放了 在本期视频当中呢 祥哥将会给大家展示 如何使用免费的人工智能AI工具 去制作这些猫咪的一些视频 第一步呢是要生成这个 猫咪故事的一个故事脚本 然后同样的我们呢 还是使用我们的老朋友 Challie GPT来做 我们去了Challie GPT之后 就是粘贴这个提示词 让它给我们 生成一个故事脚本 关于一个猫的 一个mother cat 就是一只猫妈妈和它的 小猫 一个悲伤的一个故事 就这么一个故事脚本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来点击发送 好的我们可以看一下 Challie GPT已经给我们的生成的 一些不错的结果 storyboard给我们生成了一些故事的一个情节 panel1 panel2 这个是since 下面的是描述 当然如果你对现有的结果不满意的话 可以点击这里的regenerate 重新生成你满意的结果 好的现在接着过来就是要把下的GPT 给我们生成了一些调述词 然后呢去到我们的midjury服务器里面 然后把我们的调述词粘贴发送之后呢 让midjury给我们生成9比16的 这个素版的图片 当然大家也可以使用 像nate的AI来其他的AI文字 生成图片的一些AI工具 没有问题 然后呢翔哥觉得我们来看一下 哪一张图片比较合适一点 翔哥觉得第三张图片呢 比较合适一些 当然呢大家不满意来 还可以点击这里 位1位2位3位4变化一下 当然还可以重新生成点击这个 翔哥这里来就用这个 第三张点击U3 好了 现在又给我们生成了一些更完善的这个图片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点击这里的 upscale 就是说增强图像 让它来细节更完善一点点击下 这个呢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我们要耐心等待一下 好了 这就是我们生成的图片的最终的一个效果 大家如果不满意来还可以进行一些 调试这里的 现在就是这样 我们呢根据第二个提示词 我们生成第二张图片 好的 现在第二张图片已经生成了四张 我们来选择一张合适的 当然也可以选择重新生成 还可以选择V1位2位3位4 进行一个细节的一些变化 我们直接选择第二张 好的 剩下的其他图片呢 也是依次这个样子 然后呢 生成我们剩下的一些图片 比如说这里是一个母猫 然后呢 带着了一些 它的孩子小猫 并且我们来把这些图片呢 也是保存到我们的这个电脑里面去 下一个步骤当中来去 备用 好的 现在我们有了图片之后呢 我们要去到一个网站 叫做这个PixWords 里面呢 去生成 视频 让我们的这个图片呢 动起来 比如说这里的大虾 可以看一下 也是栩栩栩生 然后呢 这个也是一只猫 在动 会看到啊 这个也是一只小老虎 这些都是人物 这个只需要去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呢 点击这里的右上角的 登录之后 点击右上角的CREATE 这个是想过之前生成的一个动画 来后来我们在这里点击 Image 这里的添加Image 然后来我们把图像拖到这个地方来 可能只能添加 我们在这里 添加机口 这里点击添加 好的 然后呢 我们点击这个 这些参数呢 我们来保持默认机口 当然大家也可以修改一下 就是说它的这个呢 是运动的一个强度 就是说往左边条来 就是运动的低一点强度 往右边强度高一些 然后C的值呢 就是它一个运动的一个 夸张的程度 然后我们点击CREATE 创建 现在显示呢 正在创建当中 这个需要花一点时间 我们需要耐心等待一下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图片呢 已经动起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猫呢 甚至还在不停的眨眼睛 这个效果也是非常不错 好了 我们还可以点开 进去详细 这右边呢 有一个up skill 就是说 升级图像的质量的意思 就是说点击这个之后呢 可以把这个图片呢 这个视频呢 放大得更清晰 然后呢 我们呢 在这个地方可以点击下载按钮 下载这个图片 这个视频备用 然后这里我们 点击download的下载 我们把它命名成001 然后来执行相同的步骤 这个style 其实我们还可以选一下 我们还可以选择 比如说这个3Dstyle 刚才我们选的是这个realistic 然后我们这里同样选择image 然后点击加号 上成第二张图片 好的 同样在这里点击quit 生存 同样的生存呢 需要一些时间 我们需要耐心等待一下 就是按照这个步骤 然后呢 我们把这些所有的图片呢 都可以把它 做成这种动画的效果 好了 现在进入我们的最后一步 就是说 最终视频的合成 我们呢 还是使用我们的脑工具 这个剪印 capcat也是它 然后呢 我们把我们的素材呢 导入到我们的 剪印里面去 现在呢 我们已经把素材导入进来了 然后呢 我们把它 添加到轨道上面来 然后我们按照顺序 给它排列一下 然后呢 那我们导入进了所有的素材之后呢 拖到轨道之后呢 我们调整一下这里的比例 比例呢 我们要把它调整成数版 这个9比16的这个版本 我们把它放大看一下 然后我们点击预览一下 可以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水印啊 现在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水印给它 去除掉 我们只需要把它拖动一下 然后呢 这个水印就没有了 我们看一下 满美 好的 其他的片段呢 也是做同样的处理 现在让我们来预览一下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呢 给它加一些 转场的一些效果 就是说片段与片段之间 我们点击 这个左上角的 菜单来的转场 然后我们选择一些 比较好的 转场效果 我们在这里就选择这个滑动放大 试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 预览一下 我可以看效果的话 还是挺不错的 我们把它应用到全部 这个时间我们把它调大一点点 调到0.8 再看一下 好的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给它 添加一些特效 我们点击菜单的特效 我们选择一个 自己看起来比较舒服的特效 我们就选择这个复古闪拼 把它拖动 现在试一下效果 预览一下 我们感觉这个效果不好 我们把它删除掉 然后我们再去选一个比较好的一些效果 震动闪拼 我们选一下彩虹闪拼 试一下 这个效果呢 还是可以的 不过呢 它的效果不是特别长 我们把它删除掉 我们把它删除掉 我们选一下这些金光的一些效果 比如说这个热链 这个金光的效果来看起来就比较可以 然后来我们把它拖到后面去看一下 好 这个效果不错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拉满到整个视频 拖到最后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金光闪闪的那种效果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模糊程度 调低一点 滤镜也调低一点点 锐化 锐化可以调高一点 看一下 好的 现在差不多就绪了 我们呢 还需要一首背景音乐 我们要去 网上下载一首 就是说比较悲伤的背景音乐 想要在这里呢 就去这个油管 油管YouTube的自带的音频库里面去找一首 大家呢 也可以去其他地方去搜 没有问题 我们直接选择 取掉 然后呢 勾选悲伤 点击应用 那我们搜选出来的都是一些比较悲伤的音乐 我们 试听一下 想要觉得这首就很不错 我们来可以点击 下载把它下载到我们电脑里面去 然后呢 把我们刚才的音乐导入到 简易当中 好的 我们再 把音乐添加进来 拖动对切 这太长了 我们 要把多余的切掉 把它对切 好了 然后我们再试听一下 好的 我们做好之后呢 就点击右上角的导出 好的 选择导出 然后我们点击下面的导出它 这导出来需要一点时间 我们需要耐心等待一下 好的 一旦导出成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作品 这个视频 传到YouTube 或者是其他的平台上面去 源源不断的赚起 被动收入了 大家呢 也可以去 实际操作一下 因为呢 大家如果不行动的话 就会一不属获 如果大家喜欢本期视频呢 也请大家一定要点赞 并且关注梦想总数 祥哥呢 也是长期分享各种干货 好的 本期课程呢 就到这里了 也可以欢迎大家看一下 梦想总数的往期精彩视频 可以看一下祥哥的主页 好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